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股市博樂 我是崇文博 那今天時間來到了8月25號 台幣股市今天出現的開評走高 上漲了265點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股市博樂 昨天的美股 各位還記得昨天的美股 一開盤的時候跌多少 1000點 然後隨即的往上拉對不對 但是中場美股還是跌多少 跌了500多點 你能不能想像今天的台北股市 竟然會 跟美國股市的一個走勢 背道而馳 美國股市大跌今天卻出現了大漲 之前美國股市大跌 它會帶動台股的一個大跌對不對 國安甚至連開低都沒有 好 現在市場上 就說國安基金要進場 因為國安基金要進場 所以這個地方大家把它買上來 我認為這是第一個原因 但是各位觀眾朋友 再次跟各位強調一下 所有的操作 都必須要一個明確的依據 當有一個依據的時候 你才可以清楚明白 國安基金不會每天都跟你講 我每天都要進場 博恩指標的意義 它不只是在於說 股票市場 期貨市場想獲利而已 最重要更深層的一個意義 是在於風險的控制 也就是說 當行情出現轉變的當下 這個行情出現要上漲 以及可能行情假設 又要出現轉變要跌的時候 你能不能在第一時間點去抓到 昨天節目裡面 我跟各位投資朋友講 我說這個地方 它不是用技術分析 可以去做分析跟解釋的 台北股市這一波的一個下跌 它已經脫離所謂 技術分析的層面了 這個地方只能用博恩指標給各位看 我們先從今天給會員的 第一通訊息來看起 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今天台北股市 會上漲的原因在哪裡 這是今天8月25號 來 各位 8月25號9點08分 也就今天一開盤的時間點 微博發給全體會員的第一通解盤訊息 好 我們是這樣講的 台股今日預估成家量有千億之上 各位 今天的成家量有1200億 好 加上博樂指標 日線轉上 來 各位 重點來了 昨天的時候 非常慘烈 台北股市在昨天 8月24號 出現了黑色星期一 跌幅大盤一度跌到了500多點 收盤跌300多點 期貨部分跌到700多點 甚至那時候我在想說 還會不會打到跌停板 最後收盤跌500多點 也就是昨天台北股市的跌幅 出現了歷年來 開放漲跌幅10%之後 最大最大的一天的跌幅 這種狀況沒有任何人預見 昨天微博的會員 在跟我討論的過程當中 他說第一次看到 我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因為台北股市到昨天為止 已經脫離技術層面 所以昨天的時候 我們這樣跟會員講 我說昨天跟會員報告 昨天台北股市的沙盤 昨天是8月24號對不對 已經完全破紀錄了 好 昨天的大跌 這一波的下跌 他都已經不是技術分析可以掌握 必須要怎樣 必須要以博樂指標 向上向下為依據 好 各位朋友 昨天最吊詭的一個地方就是 昨天微博有沒有把 包括外資的動作 因為昨天在收盤後 國安基金就說要進場了嘛 對不對 昨天微博甚至把 期貨部分 外資在期貨部 到底是多單還是空單的部分 我昨天拿出證據給各位看 到昨天大跌為止 外資竟然佈局了 24000口的多單 所以造成昨天的博樂指標 動能線增加 原本的博樂指標 已經到了很低檔 博樂指標出現了動能線增加 最吊詭的是 昨天台北股市出現大跌 竟然後來出現了 博樂指標轉為向上 我們從大盤部分先給各位看 再來看期貨的部分 來 各位 這是大盤加權的地方 這是在大盤 這是到今天 104年10月25號的大盤 這是日線 來 跟我們拉近一點看好了 最吊詭是昨天 昨天竟然這一波從 來 我們看大盤 它是從哪邊向下 大盤是從8968點 再度轉回向下 然後再度轉回向下之後 這個盤就一直往下跌對不對 包括博樂指標都沒有出現向上 好 最吊詭的是跌到昨天為止 昨天出現了大跌 有史以來最大的跌幅 竟然出現 來 你看一下這個地方 有沒有出現一個 紅星星一個箭頭向上 7203 也就是在這個位置點 竟然出現了博樂指標轉為向上 所以就是說 這地方出現了一個很吊詭的狀況 那這個地方既然博樂指標向上了 它就有機會 所以在今天的開盤過程當中 各位的朋友 昨天美股還是承受大跌的 台北股市今天既然可以出現了 開平繼續往上走 原因就是 博樂指標日線持續向上 包括期貨的部分也是一模一樣 我們來看台子期的部分 這是到今天台子期 漲了232點 台子期的部分的走勢 我們把它看一下博樂指標的部分 一路下跌的行情對不對 來各位 是不是在昨天的時候也很吊詭 既然出現了博樂指標向上 那轉為向上了之後 就代表這一波的跌幅它結束 進入這一個叫做反彈波 為什麼 因為日線博樂指標 它所代表的意義叫做趨勢 所以既然它是趨勢的範圍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今天為什麼會漲了 如果你有看微博昨天的博樂指標 就是我們節目的測標 我這個測標的博樂指標 昨天是寫什麼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講 很吊詭的 就是已經轉為向上了 所以當這個轉為向上的時候 你當下第一時間點 我一直講說 股市當中最重要的兩件事情 搞不好今天還很多人去放空 因為這一波 空頭跌下來過程當中 在之前 也就是昨天之前 你會怎麼空 你就怎麼賺 但是你今天是怎麼空 你會怎麼賠 今天的動作 既然博樂指標日線向上 我等一下再給各位看30分線 包括30分線也是向上 今天漲的機率 當然就很大了 所以股票市場當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叫順從趨勢 今天叫應變盤勢 你有做好了應變動作嗎 為什麼微博一直跟各位講 操作要有依據 有依據你才知道說 行情已經做的轉變了 為什麼要有依據 也就是當未來的行情 假設這一波結束了 你能知道嗎 還是你比如說 現在在漲的過程當中 你不敢 因為基本上 跌這麼深 今天出現了反彈 有很多人不敢去做佈局 跟買股票 我們今天也慢慢出手 要去買股票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你都不會敢在這個地方去做 你會等什麼 我可以跟各位講 這個行情如果再漲兩天 你們搞不好就跳進來買了 問題是 如果再漲兩天的時候 你保證說跳進來買 他會再漲嗎 我要跟各位講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依據的時候 各位 當行情再度出現轉變的時候 你知道嗎 所以在我們今天 給會員的訊息上面 我們就有說了 我說今天開盤 今天8月25號開盤9點08分 全體會員我們就講 因為今天的預估量有千億之上 這是很好的一個狀況 再加上什麼 台股的伯樂指標它向上了 向上的話 台股既然是向上 它就有初步的止跌跡象 接下來的台股漲跌 完全可以用伯樂指標 來做一個判斷 注意30分線的一個脈動 也就是說現階段 你不只是要注意日線 還要注意短線30分線的脈動 好各位觀眾朋友 很多人會說 那接下來行情 它會怎麼走啊 我跟各位講 運用伯樂指標的目的 不是為了 微博在這邊要跟各位承諾說 這個盤會漲還是會跌 因為我們的操作應該 隨著盤是變化而變化 而不是說我希望它漲它就漲 我希望它跌它就跌 我沒有那麼大的能耐 所以其實你應該認清楚 股票市場 期貨市場的本質 應該是我們隨著它的變化 而做變化 假設這個行情會漲 我們當然就持續做多上去 但是行情一旦結束的時候 你還持續做多 你就會受傷 所以接下來的動作 完完全全用日線 加上30分線來判斷 怎麼判斷 來 我們先用大盤的部分 來教各位 你把大盤當作是一檔股票 我現在講的方式喔 不管是股票也好 不管是期貨也好 不管是大盤也好 判斷方式全部一模一樣 就是用日線來加上30分線 怎麼做 好 各位你來看喔 我們先來看大盤的部分 今天大盤大漲對不對 大漲265點 為什麼會大漲 因為大漲的原因是日線不日指標向上的 好 來 重點來了 日線不日指標它所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叫趨勢嘛 所以代表說這一波下跌的趨勢 它已經在昨天被改變了 為什麼 因為昨天啊 我們可以拉近一點看 這是今天大漲255 65點 昨天大跌 昨天大跌的時候 竟然吊詭了出現 動能線增加趨勢線減少 為什麼動能線會增加 各位有人在買 有人在買動能才會增加 因為黃色的代表動能線 動能增加並且穿過趨勢線 所以它確定向上 所以昨天向上了 昨天向上的時候 今天再漲265點嘛 對不對 好 日線 如果日線持續向上 這一波漲的趨勢會漲到什麼地方 很多人像包括今天的會員 也在問微博說 這一波老師你認為會談到哪裡 談到博日指標向下那一天 也就是各位你看我的測標好了 測標我都是用日線當做趨勢來做判斷 也就是當日線如果確定轉回向下那一天 這一波又結束了 好 那短線的部分 為什麼要特別的加30分線來做判斷 今天的訊息我特別的講 我說短線的部分 你要注意30分線的脈動 為什麼 因為30分線是短線它會領先 也就是說 來各位老師朋友 我們把它切換到30分線給各位看好了 這是到今天為止30分線 這是今天的開盤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104年今天8月25號9點30分 低盤對不對 這是大盤 這是30分線 30分線代表短線嘛對不對 好 30分線它是延續昨天的向上 所以當今天30分線向上的時候 各位 開盤的時候請問日線是向上還是向下 30分線是向上還是向下 所以兩個都是向上 這個行情就會隨著30分線而動 那如果明天的30分線繼續向上 那明天就有機會再往上漲 反過來講 如果明天的30分線轉為向下 台北股市依然會拉回 那趨勢這一波的反彈趨勢有沒有改變 你就要看日線而定 個股也是一模一樣的判斷 這一波台北股市 就是昨天出現的伯樂指標向上 正式進入了反彈波 為什麼我把它稱之為反彈波 來各位我們先來看一下 台北股市你請問一下 這一波台北股市從1萬點這樣跌下來 它是多頭還是空頭 你跟我講說這個是多頭 我不曉得你怎麼判斷 我們多頭跟空頭的判斷 有很明顯的依據 因為我們都把它交在我們的伯樂指標教學裡面 多頭它一定是這樣走的 上漲拉回上漲拉回 上漲突破前高 拉回不破前低 所以它是屬於一個多方形態 空頭剛好跟多頭相反 跌的時候你會發現跌又破底 跌又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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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反彈的時候 反彈的時候都不過高 我們在伯樂指標教學裡面 講得很清楚 我們怕我們的會員 在型態的判斷 以及伯樂指標的判斷不懂 我們甚至在伯樂指標 使用教學裡面 我們特別這邊有講 因為伯樂指標的使用 它必須搭配多空形態 當你用伯樂指標 再搭配多空形態 你的勝率它就可以提高 所以如果你是要做多買進個股 你要以多方形態 跟伯樂指標向上為主 如果是多方形態的 再加上伯樂指標向上 它就是走波段 它就是走回升 但是如果是空方形態 來 重點喔 剛才我們判斷過了 大盤是多方形態 還是空方形態 大盤是空方形態喔 好 空方形態 來 我們把它回到大盤 我們用日線來看 這是大盤的日線 大盤是空方形態 空方形態 現在是伯樂指標 向上還是向下 現在是向上啊 來 重點來了 各股判斷方式一模一樣喔 微博希望用這樣教學的方式 可以讓各位很清楚來判斷 目前到底是回升波 還是反彈波 空方形態的伯樂指標向上 好 我們再講一次 目前大盤是空方形態 對不對 空方形態的伯樂指標向上 它是什麼 只能視為止跌跟反彈 各位 你這樣懂意思嗎 也就是說 台北股市 在昨天的時候 已經確定止跌了 那這個確定止跌 它會開始進入 所謂的反彈波 反彈的幅度 就要看日線伯樂指標 也就是接下來 如果反彈一旦結束 我不曉得多久啦 我希望可以久一點 因為越久的話 代表很多股票 會陸陸續續的漲上來 我們就不要預設立場 完全遵照 伯樂指標的指示 哪一天 伯樂指標確定在轉下了 微博會反手再來做放空的動作 我想 這一次 一定要 好好的把行情抓到 要抓到的方式 就是用伯樂指標 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的所有操作 包括指數的操作 包括期貨的操作 全部遵照這個原則 全部遵照這個原則 所以很多人會說 這個行情到底要走到哪裡 根本不用猜 我也猜不到 你用猜的叫做預設立場 你為什麼不照指標做呢 指標持續向上你就做多啊 當指標哪一天轉回向下的時候 你記得再把股票賣掉 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有的依據 你都有一個明確的動作 你的風險將可以有效降低 這是我要跟各位講的 我不希望各位的朋友 等看行情 再長個兩天 再整個三天的時候 你又跳進去了 但是跳進去 如果你買的是 博樂指標向上的股票 還沒關係 那如果你是買到 博樂指標向下股票呢 我想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從股票的部分 來跟各位做一個完整的說明 提早參加 提早享受 倒數五天 立刻不打 參與這線 0227525868 27525868 陳東董戶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著力做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外境一定代出 精準分析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讓您成為股市中的長勝軍 陳東董戶 10月底托付2752 5868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 很豪華 精靈家具 一次NOWMAN買集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中文竟限制實施中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那大盤的部分 我上半段也有講完了 完全就是順從趨勢跟應變盤式 只要順從這一波的反彈波 然後做好應變的動作 微博今天在盤中 一直在注意一個東西 很多人一定很納悶 昨天美股大跌 今天台北股市竟然大漲 有一個很重要因素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再來講股票 就是在 博樂指標它有一個功能 在全球股市的部分 各位你進來看一下全球股市 我們拉近一點看這個地方 全球股市各位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小道瓊 小納斯達克 什麼叫小道瓊 各位現在盤中還在跳啊 今天的小道瓊 也就是說電子盤 道瓊盤後電子盤 今天是上漲到目前為止上漲300點 所以這個盤中的道瓊 上漲跟下跌 它會影響到台北股市的變化 各位懂我意思嗎 昨天的道瓊是大跌沒有錯 你去看道瓊的博樂指標也是向下 所以它會大跌這是正常的 那因為小道瓊的部分 也就是道瓊的盤後電子盤 它是向上 它是博樂指標 目前為止它屬於出現反彈的 它是紅的 它是大漲300點的 所以當它大漲的時候 會去影響到台北股市 這個是我盤中的觀察重點 我可以 如果是博樂指標使用的會員 你可以把這一點 你捏入一個考量裡面去 那個股部分呢 所有的操作要有一個依據了 依據 當有一個依據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做明確的判斷 當風險來臨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做避開的一個動作了 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們舉例一檔股票好了 這一檔股票也是跌得非常慘的 叫3673 FTPK 今天TPK拉到漲停板了 各位 它早上也是開平啊 開低啊 這一波TPK跌到哪裡 嚇死人了 跌到今天來到66塊4 以前大家都知道 TPK 宏達電 大力光是3000斤 除了大力光還在千元以上 其他全部跌到剩下 剩下十位數 TPK這一路往下跌 結果今天竟然出現了漲停板 奇怪了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看一下博樂指標 這是3673 FTPK 這是TPK的博樂指標 來各位你看一下 這是今天10月25號 沒有錯 這是日線 日線代表趨勢對不對 來各位 為什麼TPK這一波會這樣下跌 從116.5這個地方 它出現了向下 它就開始往下跌了 這個毫無疑問 但是各位 拉近一點看 你今天看到什麼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黃色動能線 超過這個紫色趨勢線 它形成博樂指標向上 所以當向上的時候 這邊會出現一個紅色箭頭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當博樂指標向上的這一檔股票 它才有辦法出現止跌 它才有辦法攻到漲停板 懂我意思嗎 那這樣的股票 它會反彈到什麼時候 就反彈到博樂指標向下 也就是各位老師朋友 如果它博樂指標一直向上 一直向上 我跟各位講 它就會一直往上漲 但是哪一天 它博樂指標又轉為向下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好了 來各位你拉近一點看這個地方 100.5的地方 它也曾經出現了博樂指標向上 但是TPK在116.5 竟然又出現博樂指標向下 你如果不知道在這邊 做賣出的動作的話 各位它會跌到哪裡 跌到66.4 所以各位老師朋友 因為它是屬於空方式的 我剛才有教過各位 空方形態 因為TPK是空方形態的 那各位 空方形態的博樂指標向上 TPK目前是先視為止跌跟反彈 所以你如果要超過這一檔股票 可以 但是要記得 等它博樂指標再向下的時候 你一定要賣掉 因為博樂指標向下股票 它會盤 它會盤跌 它會下跌 甚至看股票跌停板 比如說好了 舉例到 這叫5269強硕 今天大盤大漲265點對不對 強硕跌停板 那為什麼強硕會跌停板 很簡單 看博樂指標 來各位 我們正是到今天為止 8月25號的強硕 這是日線 我們拉近一點看這地方 強硕原本在142.5 這地方有出現博樂指標向上 這邊有一個箭頭對不對 很遺憾 它在這個地方 竟然又出現了博樂指標向下了 如果它出現博樂指標向下 你不第一時間把它處理掉 各位 今天跌停板 只剩下105 所以各位 為什麼它會跌停板 因為它博樂指標沒向上 再來 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再來舉例 這是大力光 千元古王 只剩大力光 跟漢偉科 各位 大力光今天攻漲停板了 為什麼大力光會漲停板呢 大力光前幾天也是跌啊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今天的大力光 各位我們拉近一點看這個地方 原本在3000塊 這個地方的大力光 竟然出現了博樂指標向下 所以原本這個地方出現博樂指標向上的時候 它會往上漲對不對 沒辦法 遇到大盤大跌嘛 但是第一個時間點 當這個地方博樂指標向下的時候 你不懂得賣 它跌到哪裡 跌到2700 那為什麼它今天會漲停板 各位 因為博樂指標再度向上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走勢 很多股票都是這樣子喔 來各位 這叫3059華金科 一樣是大跌的股票 那為什麼它會大跌 微博的時間可能不是很多啦 我們盡量舉例給各位看例子 這是空方式股票對不對 剛才我有說過啦 空方形態的股票 如果遇到博樂指標向上的話 它叫止跌 叫反彈 所以現階段有很多股票 它會出現止跌 為什麼 你看到博樂指標向上的時候 它會出現止跌 但是它博樂指標一旦向下 這個地方向下 這邊有出現綠色對不對 它又繼續跌了 當它出現這邊紅色向上的時候 我們拉近一點看這邊好了 一檔股票出現了紅色向上 它有出現止跌 但是止跌遇到大盤不好 它又出現博樂指標向下 什麼叫向下 這邊有啊 它會出現綠色箭頭 代表這個地方它已經改變了 它又繼續跌 如果這邊24塊左右 你不懂得去跑掉 今天只剩19.35 反過來講 如果你買到博樂指標向上的喔 來各位 這一檔叫必翔 1729必翔 你看各位 你看必翔怎麼走的 必翔這一波 大盤大跌狂跌 1000多跌 2000點 必翔竟然是走 往上走 真是創新高 為什麼必翔會往上走 因為它博樂指標是向上啊 各位有沒有看到 所以各位的朋友 現階段的操作 如果說你還想安全 還想放心的 還想很安心的 在股票市場賺錢 你唯有選擇 博樂指標向上的 但是同樣的 博樂指標向下的股票 暫時避開 陸陸續續 台北股市 如果有機會再上漲的話 我希望這一波的反彈波 可以久一點 相對會帶動很多股票上漲 我們希望各位等到行情結束 才來做追加動作 很多股票要去買 你要知道它目前的一個指標狀況 而不要隨便再讓自己的風險增加了 所以利用這一段時間 微博先前提供給各位的找鳥計畫 因為現在博樂指標向上了 所以我們開始倒數五天 倒數五天 這五天結束 專案結束之後 我們就不再推這個專案了 請各位好好把握 那我們今天節目進行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順利 以往最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一起的期密窗 專利複合式導塊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俄牌 汽密窗 2987 1111 陈通投顾陈老师早鸟专案 提早参加提早享受 陈老师早鸟专案 提早参加提早享受 倒数五天 立刻不打参与这线 02752586827525868 陈通投顾陈老师 股市操盘系统 全市场唯一 由老师亲自教学的软体 是全市场唯一 简单又有用的指标 只要您拥有保证交道会 致富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陈通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着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外境一定贷出 精准分析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让您成为股市中的常振军 陈通投顾 只肯托付2752-5868 降一度 降两度 降三度 降四度 降五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啦 就是这样啦 现在要介绍的是一台 不需要压缩机的冷气 第一台不需要安装冷媒管线 真正可以吹出冷气的水冷气 应该说它是一台 可以学习移动的水冷式冷气 免工具 免安装 没有压缩机 不用冷媒 只要140瓦 真的超省电 它的原理就是融合了冷气机的 散热片的散热原理 以及中央空调 冷却水塔的降温的冷凝效率 达到冷气的效率 在背面的进气口 设置了大片的鳍片冷却网 散热网上方是一排洒水孔 启动电源以后 洒水孔会建设 孔会建设 您可以说 是一位 您可以说 这位